在特朗普政府的TikTok行政令和强制出售风波的多重压力下 此前报道因侵犯消费者隐私遭遇集体诉讼一案 外患缠身的字节跳动选择了与TikTok美国用户达成庭外和解 之前8月5号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 多名美国青少年通过其父母正发起对TikTok的极其诉讼 他们声称TikTok未经同意窃取他们面部特征地点和紧密联系人 并将这些数据偷偷地传送给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 据彭博社报道 美东时间8月19日 美国芝加哥联邦法院文件显示 字节跳动方律师已与美国消费者达成原则性和解 是特定条件而定 公司律师团队同时表示将在90天内提交最终和解提议 但这项和解目前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代表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的律师抱怨说 他们被排除在和解协议之外 这可能使和解计划泡汤 这起被称为全美最复杂的数据隐私案件 最初是在加州提起的诉讼 并与本月被移交芝加哥联邦法院 以便所有诉讼可以在同一家法院解决 在此之前 字节跳动也曾与加州的消费者进行和解谈判 但在8月13日的和解谈判中 TikTok公司选错了可以代表所有消费者 并参加会谈的原告律师 如果最终没有达成和解 根据伊利诺伊州严格的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 字节跳动将面临高额赔偿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收集在线面部扫描信息 每次最高可赔偿5000美元 目前芝加哥原告律师团队 加利福尼亚消费者的代理律师 以及字节跳动均未回复彭博社的报道 在试图解决这19起集体诉讼案件的同时 TikTok的所有者正被西方政府指控 其应用程序给消费者带来风险 尽管字节跳动否认了所谓的 其受到中国政府控制或用户数据有风险的说法 但仍遭受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 美国科技巨头Facebook也曾遭遇与TikTok相似的状况 2020年1月Facebook就违规使用用户人脸信息 与伊利诺伊州集体诉讼原告达成和解协议 最终同意支付美国隐私保护史上最高和解金额 5.5亿美元进行和解 如果字节跳动未能与美国用户成功达成和解 将为每次未经用户同意的人脸识别支付5000美元的赔偿 据外界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来自美国用户的下载量累计达1.65亿次 由此估计字节跳动将面对巨额罚金 如果在芝加哥的和解进展顺利 TikTok也将支付巨额和解金 但是目前具体的和解金额暂未披露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